大家好,我是文睿 昨天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在面对记者的提问的时候 他有个这样一段表述了 不是原话,大致意思就是说 如果香港当局提出要求的话 就是解放军有可能被投入到香港去 有这样的一段陈述 然后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这个法律依据就是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驻军法里面有一个条款 就是什么呢 在必要的情况之下 如果香港特区政府提出请求提出要求 那么的话中央政府就会批准香港特区的驻军 驻冊的解放军去帮助香港政府维持社会秩序 或者是救助一些自然灾害 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了 不是原文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今天我们觉得有必要跟大家仔细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首先我要强调一点 我觉得这个事情 无谦虽然说着说了 但是真正这个解放军要进入香港 它这个难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特别特别大 我总结了下有五大难点 第一大难点来自于哪 就来自于香港特区政府 刚才我不是讲了吗 就这个事情 这个解放军要真正进入香港 它的第一个起始点 就是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香港当局要向北京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个提出要求本身就很难 林郑月娥她想不想提出要求 这是一方面 关键在于她敢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因为什么 一旦她提出要求以后 一旦解放军进入香港以后 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就完全控制不了了 虽然她控制不了 但是往后发生的这些事情的责任 可都有她的一分 因为她是起始点 她是导火索 咱们看历史 就是一个人 不论她是做一件大好事 还是做一件大坏事 基本上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她想不想做 第二她能不能做 第三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 她敢不敢做 她有没有那样的胆量去做这个事情 很多事情大家看到 有些人他可能 不一定有什么太大的能力 但他就是有那样的勇气 就是敢做 最后他就成了 他就成了一个历史人物了 对不对 这样的例子很多 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这里面就是看到林郑月娥她敢不敢 我觉得她 我观察她这么久 包括她和她的这个执政班底 我觉得是很软弱的 很软弱的 他们 我感觉他们没有这样的勇气 去做这个事情 要求 因为他们会想到未来 他们这么做了以后 会发生什么 会带给他们什么 这些人他们出来从政 无非就是为了名利二字 对吧 如果他们这么要求的话 解放军真的进入到香港以后 真的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以后 那他们的后半辈子 他们的余生将面临什么 他们是完全可以意识到的 因为他们是从政很多年的人 所以说的 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 没有胆量这么做 当然了 他们不去要求的话呢 北京这边还有其他的法律依据 就是根据香港基本法 就是全国人大 如果看到香港整个社会 就是变得很混乱了 失控了 香港当局已经控制不了了 然后对安全 对统一造成了威胁 这个时候中央政府就可以介入 这是香港基本法里面的一个规定 我说的不是原文 大致就这么个意思吧 也就是说即便是香港当局不提出要求 解放军也可以进入香港 如果是那样的情况下 那港府林郑月娥 他们可能做出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撇清关系 如果你什么都不说 那一般外界就会认为 是你向北京提出的要求 那个时候呢 林郑月娥有可能撇清关系 就说这个事不是我提出的要求 有可能做出这么一个举动 大家都是为了利益嘛 对吧 这些政治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嘛 所以呢 不管怎么说吧 我觉得呢 第一个关卡就是在香港 特别行政局这儿 林郑月娥这儿 他们这个政治都政治班底 敢不敢提出这个要求 OK 比如说这个完过去以后 那咱们再看下一关 第二关 第二关在哪呢 就在习近平这儿 因为一旦解放军进入香港以后 后面不论发生什么事 大事小事 所有的最终的责任人 最终的责任人 最终的责任都要习近平来背负 像林郑月娥他们只是背负一定的责任 但最终的权责所有的核心责任都要习近平来背负 这个压力是会非常非常大的 现在中国社会呢 以前我也讲 就算是没有香港这个事 像什么房地产泡沫 失业问题 中美贸易战 包括中国党内的权责等等这些事情已经把习近平搞得焦头烂额 压力山大了 如果香港这个事情进一步升级 对吧 它带来这种压力呢 我觉得可能比我刚才强调的所有的那些是加在一起的压力都有可能更大 香港这个事情真的要是控不住的话 这个我说的我觉得应该不夸张吧 所以习近平他能不能就是做出这个决定 因为现在没有人给习近平分担责任的 因为他的权力是非常集中的 OK 就算是习近平他做出了这个决定 那下一步下一个关卡 第三第三道关卡是什么呢 就是政治局 也就是中共的整个统治高层 中共的这个统治高层 他也不是铁板一块 面对一个事情 可能里面有很多纷争和矛盾 习近平不是说他决定以后就可以马上让驻军进入 让这个解放军进入香港了 政治局要集体通过的 通过的话呢 这里面就会有很多问题 这些中共高层这些人 他们肯定都有自己的盘算和想法 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比如说我就说一点 比如说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委员 这些人当中 他们可能有些人的这个 家属在美国 他们的资产 很大一部分在美国 他们就会想 万一这个事升级以后 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 把我的钱给动了 把我的那个老婆孩子绿卡给我取消了 那我怎么办 他会考虑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 总之就是在政治局这个层面 中共高层 面对把解放军派到香港里边去 这个事儿肯定也有很大的分歧 这就是第三大难点 OK 林郑月娥提出请求了 习近平OK了 然后这个政治局也OK了 比如说 到了军队这一块 军队高层面对这个指令 他们会做出什么选择 他们也得考虑自己的利益 都是我讲这些 就是都是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基础之上 带来的这种难度 OK 那军队的高层 OK 比如也通过了 那最后一步到哪呢 就到了这个香港的驻军 解放军驻军的这个司令那里 这个人他也得想一想 这个人是谁 我还不知道 我也没查 如果真的解放军进入到香港去以后 那这个驻军的这个司令 他就变成了一个 备受全球瞩目的这样的一个人 就像这个演电视剧一样 他就变成男主角了 因为他是在前面演的 你后面的编剧也好 你后面的这个制作人也好 你后面的什么导演也好 等等等等 后面大家都看不见 不能说看不见 起码他做什么 他没做什么 反正他只是发布一些命令 你在前面演戏 对不对 大家看的就是你 所有做的一些事情 大家直接矛头就指向你 那这个香港 这个驻港部队的这个司令 他有没有压力 他会做出什么反应 他会不会不服从这个命令 这个也是一个位置数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提到了就是这五大难度 港府 习近平 政治局 军队高层 到香港 这个驻港部队 解放军的这个司令 这些人都通过了 这个军队呢 才能真正进入香港 OK 比如说我们 假设一下 这五大关全部通过 都通过了 军队真正进入到香港了 穿着军装 那肯定要穿军装进去 对不对 穿着军装 拿着武器 甚至开着坦克 就进入香港了 一旦那一刻到来的时候 那一瞬间出现的时候 那全球的媒体就会全部都聚焦到这一点上 这个就必将成为当时的全球最热的新闻 整个全球的媒体就会像大海一样 山崩海啸一样 就会把所有把这个信息在全球炒的一定会非常非常热 然后这些压力呢 就全部都会指向北京 我这是指的还是 这些解放军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之下 什么都没做 就只是你开着坦克 穿着军装 拿着枪进去的时候 这个冲击力就会 已经会非常非常大了 已经会非常大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相信 这个包括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欧盟也好 很多全球的这些国家 他们绝对不可能说是 做着什么都 就是做着什么都不管 肯定他们会做些什么事情 不仅仅是舆论会报道 这些人他们会采取 这些政府他们会采取一些措施 对中国施压 对吧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 比如冻结一些 高官的他们的资产等等 这个也就也会给北京 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我再强调一遍 这还是没有 就是说只是 到那什么都不做 就只是一进去 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那香港市民这边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当然了 有一种可能性 我得说 比如香港市民看到 这个军队都进来了 我核枪实弹 坦克都开进来了 那香港市民可能就惧怕了 害怕了 那香港市民就撤撤了 慢慢就散了 就认了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 以现在这个局势来看的话 好像 不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上街 前段时间上个月不是有200万人 走上街头了吗 我觉得如果军队真进去的话 以香港人的个性 有可能就不只是200万人了 300万人 400万人 反正是除了不能上街的人 大家可能都会上街 我觉得有可能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一旦到了那一步的话 那整个这个局势就被彻底拘化了 那就是最后一步了 就是开枪 镇压 这就是重演六四百 到了那一步的话 这个我今天就不多说了 因为我觉得很难会走到那一步 很难 这个解放军能不能进香港 这个都难说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刚才我也分析了 这里面这个难度 现在中国社会 他本身的自身的危机 都已经很多了 习近平想做出这个决定 简直太难太难太难了 我觉得吴谦 他也不过就是这么说一下 然后很多香港市民一听了 可能害怕了 就不出来了 可能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吧 是这样的 真正想进去是很难的 那你说真正走到 这个六四屠杀那一步 会是一个什么情形 那个后果 今天我先不说了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 咱们到时候再评述也可以 总之吧 就是在现在的情况 上次节目我也说过这个事情 就是香港这个情况比较特别 上次节目当中 我谈到香港 我可能没说清楚当时 就说南北韩这个情况 北韩的话 它完全是封闭的一个极权统治 对吧 这样的话 这个统治者 他就很容易控制局面 他就始终能保持那个情况 对吧 然后呢 在这个韩国这边80年的 上个世纪80年 他搞民主化 就是他是一个威权统治 因为什么呢 民众有一定的自由 然后呢 就是统治者虽然他是集权 但他集权 不集中的不是那么的 就严密 总是会有一些漏洞 所以呢 这个就是民众在不断的这种 就是争取的时候呢 这个情势呢 就会一点点变化 最终呢 民主就会在这个中 韩国呢 取得胜利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威权和这个极权 他们面对完全是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情形吧 但是在香港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 民众是那种有民主意识的 然后呢 有言论自由的这种 完全自由的 甚至比以前的韩国 还要自由的民众 然后这边的这个统治者呢 是那种非常集权的 这种统治者 所以现在这种这种事情吧 好像以前没有过 所以说呢 双方都没有经验 全球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到最后会怎么样发展 对吧 所以大家都在看这个事情 然后呢 现在呢 就这个局势呢 就一点点一点点在恶化 我上次一讲 我觉得这个事情 再这么发展下去 真的是会导致 一连串的这种反应 一连串的反应 真的 香港不要看它小 真的 现在这个情况 它确实好像会在 整个中国的历史上 包括整个人类的历史上 这一个事件 它会写上非常浓重的一笔 这就是我的想法吧 当然这个事情 到底最后能走到什么程度呢 就看香港市民吧 他们的这种态度和状态吧 行 今天呢 就因为准备的比较仓促 我也是刚刚看到这个消息 然后就简单的谈一谈我的想法吧 我还是希望吧 就是很多事情都能够平和的解决 其实真正设身处地的站在香港民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整个现在香港民众他们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心的压力呢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大 特别是这个解放军要进入香港这个消息一爆出来 我相信对每一个香港市民来讲 都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在他们心里面就会有一些阴影 总之吧 我们看历史的话 任何人想争取自己的自由 争取民主 可能都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吧 嗯 行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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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